我们必须要知道发生隐秘和举办的一些事情的缘由 最严重的缘由就是 我们过度地尊重那些清廉的人 面对那些清廉者 穆斯林的长官们 人们分为三种状态 两种极端 还有一种中章 有些人过度地赞美他们 以至于赞美他们超过了先知和使者 有些人侮辱他们 骂他们 还有一种人正确地面对他们 遵循圣人的道路 那些基督教徒他们不遵循圣道 他们过度地赞美 以至于 那些犹太人他们否认使者 而穆斯林 走伊斯兰道路 是走中正的正确的道路 我们要知道使者是安了奴夫 是安了使者 我们知道 伊斯兰是安了奴夫 是安了使者 这是真理 我们要端正地喜爱 那些清廉的人 那